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喜就阿布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英国惊悚恐怖电影《觉醒》 故事发生在1921年的伦敦 一战刚刚结束不久 全国都被笼罩在死亡的阴云之下 灵异学大行其道 这天,一个年轻女人敲响了某栋宅子的大门 这里即将展开一场招活仪式 仪式开始,几个死者家属拿出遗物作为通灵媒介 巫师血迹了一只乌鸦,把尸体放进玻璃罩里 众人跟随神父念起咒语 顷刻间,新鲜的乌鸦尸体竟已长满蛆虫 显然灵异事件已经发生 神父询问是谁的亲人被召回 军装男和白衣女猛地颤抖了一下,都流下鼻血 他们妄想坐在两人中间的黑衣女人 她就是那个幸运儿 下一秒,黑衣女面前的蜡烛熄灭 玻璃罩上倒映出她的面容 而她背后出现了一个金发小女孩的身样 黑衣女叫着死去女儿的名字 激动地想转过身去 神父贺哲她,提醒女人不能离开视线 突然一声尖叫打破了紧张的氛围 原本坐在桌前的年轻女人 此刻站在黑衣女身后 手里抓着一个孩子 年轻女人指使同样假扮死者家属的警长拉开窗帘 阳光下,这场骗局被彻底揭穿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还魂 除了黑衣女人,警长和年轻女人外 在座的都是骗子 小女孩是一个男孩戴着头套假扮的 瞬间腐烂的乌鸦尸体被巫尸替换过 白衣女和军装男在进门时 就借喝茶的动作往鼻子里塞了血囊 主持人仪式的神父在桌下 用绳子控制黑衣女面前的蜡烛熄灭 这个年轻女人正是本片的女主角弗洛伦斯 弗洛伦斯是一个作家 同时也是一个捉鬼人 弗洛伦斯毕业于剑桥大学 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无神论者 她的工作确切来说 是戳穿这些人为制造的灵异事件 尽管做的是好事 很多时候却并不被理解 处理完案件从房子出来 弗洛伦斯就被黑衣女人狠狠打了一巴掌 她并不为免于受骗而感恩 失去女儿后 招魂成了她救回孩子唯一的念想 现在最后的希望也被打破了 她痛斥着弗洛伦斯的无情 被丈夫拉走 而弗洛伦斯根本不像她表现出的那样坚强 自从男友死在战场上 弗洛伦斯就陷入了悲伤之中 也因此她更看不过那些消费死者 诶骗其家人的骗子 每一次揭穿灵异骗局 对她来说都是反复温习 失去男友的痛苦 疲惫不堪的弗洛伦斯刚回到家 一个叫罗伯特的男人就找上门来 罗伯特是一家男子寄宿学校的历史老师 他想请弗洛伦斯出了一件灵异案件 据传说 学校的原址是一间私人住宅 多年前一个小男孩在那里被杀害 原本这只是个传闻 可是三周前 一个叫沃尔特的学生在学校死亡 他去世的前一天 曾惊慌失措地找过校长 说自己看到了多年前 那个被杀男孩的鬼魂 其实这已经不是学校第一次发生灵异事件 罗伯特拿出一叠照片 从18年前开始 每一年拍摄学生合照时 照片上都会出现同一个男孩的虚影 弗洛伦斯不以为意 在按下快门的同时 如果被拍摄者正在移动 照片上就会呈现出这样的需要 但罗伯特拿出了更多的证据 首先 他们清点过照片上的人数 一一对照后 虚影并不是任何一个学生 他是多出来的 更有力的证据是两个月前新拍摄的照片 这次虚影没有出现在学生旁边 而是站在窗户后面 这样一来 弗洛伦斯所说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在按下快门的短短一秒内 谁都不可能从窗户后面 跑到室外的草坪上 弗洛伦斯仍然不相信这是灵异事件 能够造成照片鬼影的原因并不唯一 也有可能是胶片部分曝光 或是别的什么 弗洛伦斯最近的心理压力很大 他不想再结活了 但罗伯特很坚持 学校的宋社长非常推崇弗洛伦斯的书 在书上 弗洛伦斯讲述了他的童年经历 幼年时 他因亲眼目睹父母的死亡 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 忘记了很多事情 后来被收养来到伦敦 尽管在新的家庭备受疼爱 弗洛伦斯却总是恐惧 而学校里的学生 现在也面临同样的恐惧 鬼影搞得人心惶惶 再有几天 学校就要放假了 如果不再放假前解决这件事 罗伯特害怕学生们都不敢再回学校上学了 弗洛伦斯心生侧隐 最终还是同意和罗伯特去学校 找寻乌尔特的死亡真相 在去学校的路上 汽车突然急停 一群小男孩们奔跑而过 挡住了去路 正在开车的是学校的杂工 他的脾气非常暴躁 甚至想冲孩子们直接碾压过去 罗伯特制止了他 车在校门口停下 一个中年女人热情地迎了上来 他是这间学校的宿舍长 对弗洛伦斯非常欣赏 这时学生们都匆匆忙忙准备上课 只有一个叫汤姆的男孩 靠在栏杆上 依依不舍地盯着弗洛伦斯看 直到被宿舍长赶进教室 罗伯特带领弗洛伦斯参观起学校 此时正是午餐时间 孩子们都在餐厅吃饭 弗洛伦斯发现 一个卷发男孩正遭受霸凌 他端着餐盘坐下后 原本坐在那里的孩子们一哄而散 只剩他一个人 难过地把脸埋在手心 弗洛伦斯提出 想先去看看学生死亡的地方 那是一间教室 大多数孩子都是在这里看到了鬼魂 而乌尔特就死在教室外的平台上 弗洛伦斯在平台的石砖缝隙里 发现了一颗玻璃眼珠 经宿舍长证实 这颗眼珠属于乌尔特的玩具熊 男孩死亡时 玩具熊就好好放在他的床上 可一颗眼珠却掉落在这里 这并不符合情理 突然 罗伯特似乎看到了什么 令他恐惧的东西 向弗洛伦斯告别后 匆忙的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一进门 他就支撑不住坐在床边 身体不受控的惊挪起来 这时弗洛伦斯来到 另一个闹鬼事件高发地 学生宿舍 宿舍长告诉弗洛伦斯 因为有哮喘病 沃尔特一直被同学们孤立 看来线索还是需要 从学生身上寻找 此时学生们正在上拉丁文课 拉丁文老师是个非常严厉的男人 经常用叫边惩罚学生 弗洛伦斯问班上的男孩们 谁亲眼见过那个鬼魂 一个男孩站起来 走廊上见过一次 那个鬼影面目牛糊而扭曲 发出痛苦的嚎叫 收集完信息 弗洛伦斯开始布置捉鬼现场 宿舍长将学生们的床库 移到餐厅 教室 宿舍和走廊里 被弗洛伦斯摆上各种探测工具 有录音机 有磁场探测器 还有照相机 照相机连着自动拍摄装置 只要引线被触动 托盘上的镁粉和绿化甲 就会发生反应 产生火花 留下照片 教室门口被弗洛伦斯系上铃铛 地板上也撒了捕捉脚印的白色粉末 天色渐完 学校逐渐安静下来 而弗洛伦斯还在调试着他的遗器 在宿舍的墙面上 弗洛伦斯发现了一个 连通隔壁浴室的小洞 通过洞口 他看到罗伯特正在泡澡 奇怪的是 起身后 男人竟然自己撕裂了大腿上的伤口 弗洛伦斯对他的自虐行为 感到非常吃惊 还没来得及反应 铃铛突然响了起来 弗洛伦斯赶紧起身 教室门口的地板上 出现了一个上吊小人的简笔画 弗洛伦斯拿着灯泡下楼查看 昏暗的灯光 使他没有注意到 不远处就站着一个小男孩 当他把电灯打开 客厅空无一人 弗洛伦斯只好回到教室 在他低头检查遗器数据时 灯泡边突然出现了一滩水迹 不远处还有玻璃杯的碎片 可他并没有听到 杯子破碎的声音 弗洛伦斯顺着杯子方向 检查了窗户 他拿了黑板擦 对着窗户吹了一下 玻璃上清晰地 探印着几个指纹 弗洛伦斯凑近观察 却看到窗户上 闪过一个影子 身后的铃铛也响了起来 他赶紧追上去 这时门口的粉末 就派上了用场 弗洛伦斯跟着脚印一路向前 脚印消失在女佣房的门口 打开门进去 小小的房间里堆满杂物 他在架子上 找到了一个白色的布袋 离开女佣房 弗洛伦斯在走廊尽头 看到一个房屋模型 模型做得非常精巧 打开门后 可以清晰地看到房子的构造 弗洛伦斯关上小门 余光中 男孩的影子一闪而过 把他吓了一跳 转过身时 又看到走廊的另一边 一个男人拿着猎枪走进了房间 弗洛伦斯赶紧跟上去 正好撞见 从房间出来的罗伯特 又是虚惊一场 第二天一早 弗洛伦斯便吩咐宿舍 检查男孩们的脚掌 果然喷上显影剂后 小卷毛的脚印上 出现了紫色的痕迹 昨天晚上 装神弄鬼的就是他 根据弗洛伦斯的猜测 沃尔特去世那天晚上 他起夜没有戴眼镜 小卷毛用白色布袋 蒙在头上 制造出模糊面容的效果 昨天晚上 他用同样的方法 吓弗洛伦斯 小卷毛承认 昨晚自己是受班里的 另外两个男生的指使 他只是希望不再受人排挤 跟沃尔特的事件 与自己无关 小卷毛辩解的话 自然没人相信 暴躁的拉丁文老师 抓住主持者 想要用体罚逼他承认 被弗洛伦斯阻止 事实上 沃尔特的死 这位老师也难逃干系 弗洛伦斯早就发现 在宿舍的门窗 门把手和玩具熊上 都有同一种香味残留 而这种味道 和拉丁文老师身上 涂抹的香脂味道 一模一样 根据存留的痕迹推测 那晚是拉丁文老师 看到沃尔特在楼下 抢走了他的玩具熊 把他赶到教室外的平台上 恐惧引发了沃尔特的哮喘病 他因此死亡 拉丁文老师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那晚他看到沃尔特又在哭泣 坚称自己看到了鬼 于是把他赶去平台 想磨练一下他的胆量 没想到却把人害死了 死亡悬案告破 师生们到教堂唱起了圣歌 弗洛伦斯又想起去世的男友 不免伤感起来 他出门透气时 遇到了罗伯特 罗伯特劝他放下执念 这些话触碰到了弗洛伦斯的痛处 他打断罗伯特的话 走到更远的树林里散心 在那里 弗洛伦斯偶遇到拿着猎枪的杂工 他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让人完全搞不懂他想表达什么 转眼就到了放假的日子 家长们都来接孩子回家 弗洛伦斯散步到湖边 他拿出烟盒准备抽烟时 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手一抖烟盒掉进湖里 这是男友留下唯一的遗物 他赶紧把手伸进水里去捞 却看到一只苍白的手从水下伸向他 弗洛伦斯吓了一跳 精神恍惚间掉进湖里 幸好罗伯特路个把他救了上来 浑身湿漉漉的弗洛伦斯被带到厨房取暖 他们因为家长在外地继续留在学校 他似乎对弗洛伦斯很感兴趣 缠着他聊了很多过去的事 被宿舍长制止后才不情不愿地离开 宿舍长对弗洛伦斯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心 希望他能留在学校 接受自己的照顾 但弗洛伦斯只想离开 于是罗伯特给弗洛伦斯放好了洗澡水 对于这个救命恩人 弗洛伦斯的态度就柔软很多 他说自己很快就会动身离开 泡澡时弗洛伦斯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还以为是罗伯特在偷看他 他慢慢凑近小孔 看到的却是一张扭曲的鬼脸 弗洛伦斯赶紧披上浴袍追了上去 跟着鬼影 他找到一个房间 房间里赫然摆放着曾经看到的模型 不同的是 这次模型里面有了新的布置 都是弗洛伦斯来到学校之后经历的场景 有一些甚至只有他自己在场 不该有第二个人知道的 更可怕的是 还有一个此刻正在发生的场景 房间里的小人也正趴着看模型 而他的身后一个小男孩默默站着 弗洛伦斯赶紧向身后看去 除了还在晃动的门 什么也没看到 经过这件事 弗洛伦斯改变了计划 他一定要弄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 弗洛伦斯找到罗伯特 希望他详细说说多年前的那场命案 这时宿舍长和汤姆发现 温度仪的指针正在晃动 原来避除后有一片隐藏空间 导致了温度的变化 弗洛伦斯在里面找到一个 会唱歌的兔子玩偶 看到玩偶 汤姆吓得连连后退 弗洛伦斯安抚了汤姆 让罗伯特赶紧去封锁房子的门窗 他重新在走廊上布置遗迹 希望能尽快查明真相 调适遗弃时 汤姆又来找他聊天 弗洛伦斯说起了他的男友 打仗时 而痛苦 汤姆很是心疼 上前亲吻了弗洛伦斯的额头 楼梯上 罗伯特也听到了一切 他气愤弗洛伦斯执念太深 不断用男友的死亡折磨自己 而弗洛伦斯终于说出心里话 他不想生活在恐惧之中 哪怕寻找真相会付出代价 也好过面对无边的恐惧 弗洛伦斯的坚强 让罗伯特感到痛惜 暧昧的氛围在两人之间弥漫 但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弗洛伦斯继续在教室里布置仪器 通过摄像机的镜头 他看到窗外有白影一闪而过 起身后又没有异常 低头安装机器的弗洛伦斯背后 出现了一双小男孩的腿 磁场指针开始猛烈转动 弗洛伦斯出现了一些幻觉 他听到汤姆的声音 看到一只皮鞋 和从楼梯上滚落的台球 可是这会儿 汤姆明明就和宿舍长待在一起 玩扑克牌 弗洛伦斯追着汤姆的笑声 跑上楼梯 看到一个男人站在走廊尽头 对着他举起猎枪 弗洛伦斯吓得连连后退 绊住照相机的引线 煤粉燃烧蹦出火花 就像是男人在不断开枪 听到声响 宿舍长和汤姆赶紧出门查看 一晃神的功夫 男人消失不见 弗洛伦斯要被这些幻象逼疯了 他口不择言 对汤姆和宿舍长 说了许多过分的话 闹得很不愉快 平静下来后 弗洛伦斯带着照相机 找到罗伯特帮他洗照片 他拉动了好几个相机的引线 只要有一个能清晰的照到 拿猎枪的男人 就能证明 这是一场人为制造的骗局 可当照片在药水里显影成功 弗洛伦斯却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 他看到持枪男人的走廊镜头 映出的是一个男孩 模糊而浅淡的影子 鬼竟真的存在 一时之间 弗洛伦斯的信念崩塌 巨大的冲击下 他只想抓住身边 唯一能确定真实的存在 弗洛伦斯对着罗伯特吻了上去 他们热烈的拥吻起来 激情过后 房子里突然响起 本不该出现的铃声 罗伯特出门查看 发现铃声的 正是自己的卧室 可一走进去 门就被锁死打不开了 此刻弗洛伦斯还在享受着 温存后的片刻宁静 突然枕头莫名的凸起一块 恐惧再次摧毁理智 他把枕头撕碎 羽毛落得到处都是 而羽毛之中 弗洛伦斯竟真的找到了 丢失在湖里的烟河 情绪崩溃的弗洛伦斯 跑出了学校 倒霉地遇到了脾气古怪的杂工 杂工对弗洛伦斯 起了不轨之心 把他杂鱼后拖进了树林 卧室里 罗伯特担心弗洛伦斯的安危 破窗而出 到处寻找弗洛伦斯的踪迹 此刻的树林 弗洛伦斯越是奋力反抗 就越是遭到杂工的毒打 眼看他没有了挣扎的力气 杂工即将得逞时 鬼影突然出现 把杂工吓得连连后退 弗洛伦斯清醒过来 用枪托狠狠杂向他 男人没了声息 弗洛伦斯跌跌撞撞逃回学校 罗伯特和宿舍长都吓了一跳 听弗洛伦斯说明情况 罗伯特让他好好休息一会儿 自己去处理杂工的尸体 弗洛伦斯提醒罗伯特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汤姆 以免吓坏了他 听到他的话 罗伯特却很迷茫 放假那天 所有孩子都回了家 这几天 学校里只有他们三个人 和汤姆相处的画面 还历历在目 弗洛伦斯不敢相信 鬼魂竟然是他 恍惚间 弗洛伦斯又听到了汤姆的声音 跟随着声音 他再次找到了房子模型 汤姆从柱子后走出来 催促着弗洛伦斯 去看房子模型 他想知道的真相 就在那里 弗洛伦斯看向模型内部 眼前的场景 陌生而又熟悉 尘封多年的记忆 终于觉醒 原来这栋房子 以前就是他的家 幼年时 弗洛伦斯和父母生活在那里 后来父亲和女佣 也就是现在的宿舍长 生下了一个 叫汤姆的男孩 弗洛伦斯和汤姆 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每天都一起玩耍 父亲重男轻女 他想让母女俩离开 自己只要儿子就够了 为此 夫妻之间爆发了一场 剧烈的争吵 冲动下 父亲开枪 将母亲杀死 弗洛伦斯目睹了一切 跑到壁橱里躲藏起来 那里是他和汤姆 平时的秘密基地 他躲进去时 汤姆正在里面玩扑克牌 正当父亲拿着猎枪 不断靠近时 弗洛伦斯不小心碰到了 兔子玩偶的开关 兔子唱起童谣 父亲因此确认了他的位置 向壁橱里开了一枪 没想到却误杀了汤姆 眼见唯一的儿子 被自己措手杀死 绝望的父亲 将枪膛对准自己的脖子 自杀身亡 此后弗洛伦斯因精神创伤 失去记忆 被灵羊走 宿舍长一直在默默关注着他 千方百计 让弗洛伦斯回到这里 宿舍长不仅是汤姆的母亲 也是弗洛伦斯的乳母 在他心里 弗洛伦斯和亲生孩子一样 都是不能缺少的家人 记忆回溯 弗洛伦斯终于放下了 心中无端的恐惧 晚上 弗洛伦斯将一切都告诉了罗伯特 罗伯特也坦白 其实从战场回来之后 因为内疚 他总能看到战友的灵魂 这时宿舍长出现 递给弗洛伦斯一杯酒 毫无防备的喝下后 弗洛伦斯才发觉不对劲 为了能让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宿舍长在酒里下了毒 罗伯特见状 赶紧去楼上寻找解药 药效发作得很快 弗洛伦斯把汤姆叫到身旁 他告诉汤姆 死亡并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 汤姆不忍心看姐姐痛苦 为弗洛伦斯喝下了 有催涂作用的 碳酸心药水 汤姆紧依蔑在他胸前 说哪怕以后你都看不到我 我也会永远陪在你身旁 故事的最后 又是一年开学日 孩子们都结束假期回到学校 弗洛伦斯在和罗伯特约定好 每周六见面后 准备坐车离开这里 他打算写一本有关鬼魂的新书 看不见他们不代表忘记 本片是一部非常典型的 心理惊悚电影 全片几乎没有血腥恐怖的镜头 靠悬念来营造 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氛围 相较于小岛惊魂 招魂等经典作品来说 本片在恐怖情节的设置上 并没有玩出什么新花样 但也确实讲了一个好的故事 不管是家人间的温情 弗洛伦斯对抗恐惧的勇气 还是女性解放反战的价值 都表达得非常值得肯定 另外直到影片结尾 导演还留下了一个悬念 他刻意模糊某些细节 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结局 对于弗洛伦斯最终是否死亡 影迷们是吵翻了天 各自都能提出不少佐证 大家不妨亲自去看一看 探讨一下最后的结局究竟如何 好了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